上禮拜,各位請看到186 上禮拜我們有介紹這個 用牛頓力學來解釋壓力 很簡單的就是 有一個牆壁 然後它有一個例子這樣射過來 然後反彈 反彈,但是反彈以後它其實有變化的 只有X分量 X分量變成直接反彈 Y分量是沒有變化的 所以它的動量變化呢 就是2MV1X 然後它的大小呢 就是牆壁所受到的充量 對不對 那麼我們說要算這個 一顆粒子對牆壁的施力呢 你就要用動量的變化 除上時間 但是呢 我們的時間是來回的 來回一次的 這個是時間 距離除上速度 是時間 那 為什麼是用 過 撞下去 撞下去 右邊到左邊 然後再回來 這樣的時間 我們上禮拜有稍微提過 時間 然後動量變化是2MV1X 所以一顆粒子 它的貢獻 對這個牆壁的充量的貢獻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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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V1X平方去除以 L這樣子 然後 可是有N顆啊 N顆全部計算進來的話 就會是 合力 F1X F2X 再加到 FN X 那 等號的右邊就會是 N和L都一樣 但是這邊是 V1X平方 V2X平方 再加到 VN X平方 V2X平方 然後 這邊 全部合起來 就是合力 那我們就不用寫 1號還是 2號 加起來就是合力 然後 右邊這裡呢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N倍的 因為總共有N項 總共有N項 總共有N項 所以你可以看成是 N倍乘上他們的平均 他們的平均 他們的平均 有些同學在做這個學習單的時候 就沒有把這個平均畫出來 上面畫一痕叫做平均 這個是 這些全部加起來 除以N 那你再乘回去N 那就變回他們 變回總分 變回總分 那 把它每一個看成一個分數的話 每個同學的分數加起來就是總分 總分除上25人 你就得到平均分 可是平均分乘回去25人 你就會回到總分 所以 你可以把它寫成NNVX平方 除以N 然後呢 再來呢 才會變成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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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面積 除上L平方 你就會得到壓力了 壓力就會是NNVX平方 除以V 這個V 這個V其實是L的三次方 然後你就會得到PV就會是NNVX平方 忘了平均 忘了平均 這樣子 好 然後呢 再利用各項同性 各項同性 那就是 VX平方的平均 就會等於VY平方的平均 就會等於VZ平方的平均 那 這個就是我們的一開始的假設 我們說 一大堆粒子 它並沒有特別喜歡往哪個方向跑 它 沒有特別喜歡往X方向或Y或Z 其實他們 XYZ 他們跑的機會都是一樣的 粒子往這三個方向的機會都一樣 所以 當你的數量很大以後 平均下來 平均下來 它就會是 這三個的平均值會一樣 但是不代表說個別會一樣 比較深入的一些問題 它就會問你說 V1X的平方的平均 會不會等於V1Y平方的平均 這個不會的 或者說 V1X平方的平均 會不會等於V2X平方的平均 這個兩個也不會相等 就舉例我們上禮拜 舉例就是說 這有點像是國英數三科 國文的平均分數 然後英文的平均分數 數學的平均分數 那 假如說今天學校 不想要說讓三科的平均差太多 所以規定老師說 你們出題的時候要注意 盡量讓最後三個科目的平均都是60 那結果這三個科目的平均每一班 就是貴班 我們這一班 平均國文也是60 平均數學也是60 平均英文也是60 但是這是大家加起來之後的平均 不代表說每個人的平均 每個人的分數都是60 不是 而且你看其中一個人 比如說1號 王成佑 他的國文可能考90分 可是他數學就不會是跟國文一定一樣 然後1號和2號成績也不會一樣 所以這個是平均的概念 平均下來當 這就是統計學 如果當數量很多很多的時候 他其實會遵守一些分布 各位都有聽說過常態分布 就是常態分布要數量越多 他會越像那個常態分布 所以這有點統計學的概念就是 每一個方向的性子相同 所以呢 X方向Y方向Z方向平均會一樣 但不代表個別會一樣 所以這兩個也是不相的 那因為各同向性的關係 那因為各同向性的關係呢 你可以把 V平方的平均 看成是 V平方的平均 看成是VX平方的平均 再加VY平方的平均 再加VZ平方的平均 所以呢 所以呢 你可以看成其中一個 是全部的三分之一 所以就得到了 VX平方的平均 就會等於三分之三分之一 V平方的平均 再把它帶回來 所以這裡就會是三分之一 NNV平方平均 然后再来你再把这个NV平方的平均看成两倍的动能 所以是三分之二 N乘上二分之一 NV平方的平均 这里二二可以消掉 所以这个就是平均动能 平均动能 我现在到这边还都是复习上礼拜最后讲的 所以上礼拜我们最后就得到了 PV其实就是三分之二 N乘上平均动能 这样 所以我们就讲到这边 对不对 到这边各位还可以吗 如果可以请你回应一下 谢谢 好那么 接下来就要跟实验 跟这个实验所得到的 PV等NRT去做比较 我们刚刚到现在都是用牛顿力学在推理的 然后最后我们要跟实验所得的这个式子去做比较 你就可以比较出来 这两个做比较 PV左边都一样 那右边的NRT就会等于三分之二 N乘上平均动能 所以三分之二 NK平均就会等于NRT 这样子 那这里开始就是今天新的讲的这个R 我们各位在做那个作业的时候也有看到R它其实是PV除以NRT 然后它的单位可以是 这种情况下单位它可以是ATM 然后去乘上公升 再除以莫尔数 然后再乘以克尔5 可是我们有一种看法是把莫尔数移出来 把莫尔数移出来的 就是我们只看一颗一颗粒子 我们专注于一颗一颗粒子 因为这时候莫尔数在分母就好像每莫尔多少ATM乘上公升 每莫尔多少ATM乘上公升 但是如果我们把莫尔移出来的话 这个莫尔其实是6.6乘以10的23次方 那其实就是亚佛加绝常数 如果你把莫尔移出去的话 其实它可以写成另外一种气体常数 它的概念也是类似理想气体常数 它也是一个常数 只是你会把它写成K 那这个NA 就是一莫尔的数量 我们就把它移出去 它就会跟R呢 差别差了一个NA 在分母 这样子 上面这个是每莫尔 因为它的分母是有莫尔的 就好像我们说每公升啊 每公克啊 每公斤啊 那时候你的分母就会是有 公升 公克或公斤 那现在分母有莫尔 那就是每莫尔多少多少这样子 可是如果当你把它的莫尔移出去的话 你这边会剩下 其实这里不要写ATM 这里我们 你在那个 写ATM也是可以 反正都只是在换算而已 如果你有做我们的作业 你就会知道这个ATM乘以L其实就是101.3交2 那 你不会 你要觉得 你可能会觉得说很奇怪 怎么这两个单位乘起来会变有数字 那是因为ATM本身就是一大气压 ATM本身是一大气压 所以才会有数字在里面 那 也就是说 其实分子是交2 然后当你把莫尔移出去的时候 分母剩下K而已 这样 那这个是上面这个是美莫尔 下面这个是美颗粒子 类似说 上面的理想气体常数是美莫尔的 然后下面的是美颗粒子的观点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 是因为 你可以把 这个NRT换掉 像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 NR 应该是NR 对 NR没错 把 把这个 N乘过去的话 就会得到NR 然后N乘过去 跟这个 跟 什么说呢 跟这个 NR乘过去会一样 或者说 也许这样看会比较快 NR是 一莫尔的数量 然后N是几莫尔 NR是一莫尔的数量 就是6乘以十二十三次方 亚佛加绝数 N是莫尔数 所以这两个乘起来就是粒子数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象 N就是几莫尔几莫尔 各位熟悉的化学 一莫尔两莫尔三莫尔 但是我们现在把莫尔数移出来 就一莫尔乘上六乘以十二十三次方 或两莫尔乘上六乘以十二十三次方 所以这整个其实就是总共的数量N 总共的数量N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PV 把这个NT乘过去 就会是PV它其实除了等于NRT以外呢 它也会等于把这个N和T乘过去 也会等于NKT 这样 那我们要的其实就是 我们要的其实就是把上面的NRT 换成NKT 因为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个N消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会把这个NRT放进去 我们可以把这个NRT放进去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NRT放进去 我们可以把这个NRT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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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N乘上KT 这样子 那么你就可以发现这两边都有数量N 所以你就可以写成 3分之2K平均就会等于KT 那进一步的写为 平均动能 K平均就会是2分之3KT 这个很重要 因为它很简洁 平均动能就是2分之3KT 改变 你是不是当机啊 你是不是当机啊 平均動能 平均動能就是3KT 它只跟T有關係而已 它只跟T有關 它這個意思就是 平均動能 只跟溫度有關 這裡考試人喜歡考說 壓力不一樣 體積不一樣 但是溫度一樣 那請問這兩個 情況下的平均動能 誰大誰小 那你全部都不用理它 你只要看它溫度是不是一樣就好 而且整體的是 各種氣體的平均動能 也都是只跟溫度有關 因為這邊就只有T 然後右邊就是動能 你不管是氫氣還是氧氣 反正只要當成是理想氣體的話 它的平均動能就是跟溫度有關而已 好那最後呢我們把動能寫成2分之1mv平方 2分之1mv平方的平均 這是平均動能 然後它就會等於2分之3kT 那你可以把2消掉 然後把m除過去 最後你會得到 數率平方的平均 就會等於3kT 去除以m 那如果我們想要把它變回數率的話 因為它是經過平方再平均了 所以我們讓它再開根號 就會變回數率 再開根號就會變回數率 這個叫做平方平均開根號的數率 叫它方均根數率 它可以用來稍微的估計一下 這一團氣體它的數率大概是多少 但不是說裡面的每一顆數率都一樣 只是一個估計 它也可以寫成VRMS 那它也是一樣 它也是一樣 只跟溫度有關而已 只跟溫度有關而已 但是它同時會跟你的質量有關係 跟質量有關 如果各位去看我提供的一個影片 在4之後最底下有一個YouTube的影片 它有演示 就是一顆紅紅的球 被其他白白的球去撞擊 那你可以看到那個紅紅的球 動得比較慢 那是因為它質量比較大 可是它們的模擬 它模擬的溫度是一樣的 好 我們直接來做題目了 因為時間不夠了 為什麼要學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各位一定有些人覺得說 那為什麼要學這個 我上禮拜應該也花了很多時間去說明了 因為它可以證明 在高中階段是不行的 但是以後 用類似的方式 它可以證實 我們的世界 真的是由粒子所組成的 我們來看題目了 就是 範例1 190頁 他說有兩種氣體 X和Y 都是單元子 然後一個是兩末 X 一個是一末爾的Y 然後 他說他們是處於熱平衡 各位熱平衡是什麼樣的情況 可以回應一下嗎 熱平衡是什麼 什麼相同 第一題 還有他有一件事情說 Y的分子量是X分子量的兩倍 那就是說 它可能是 它如果是 重量1的話 那Y的重量就是 2 這樣的意思 好 那麼 各位知道熱平衡 代表什麼意思嗎 你可以直接在訊息留言 熱平衡 A選項 他問總動量 總動量是整個系統的動量 整個系統的動量 整個系統的動量應該是0 因為它整個系統是靜子的 對 沒錯就是溫度相同 整個系統的動量 整個系統的動量是0 因為他說他是靜子 靜子的一個容器 所以A是錯的 那系統總動量 當然你會看成說是X和Y的貢獻 可是X和Y還是均勻的充沛的 充滿這個空間 那它的每一顆粒子的動量 都有朝著各個方向 那往各個方向的機會一樣 所以往各個方向的機會一樣的話 它的速度方向 每一個方向的機會也都一樣 所以全部加總起來 全部的速度方向加總起來 就是0 B選項 兩分子的方均跟速率相等 方均跟速率就看這個方均跟速率 那它今天是溫度相等 溫度相等 但是呢 方均跟速率除了跟溫度有關以外 它還跟質量有關 它還跟質量有關 那他們今天質量 一顆粒子的質量差兩倍 所以說雖然這個是固定的 但是 它的 質量不一樣 所以它不相等 對不對 質量不一樣 雖然說溫度一樣 因為它熱平衡 溫度一樣 所以我們要選項 氣體的分壓是 差二分之一嗎 X的氣體分壓 是不是Y 氣體分壓二分之一 這樣用到PV.NRT 這個好像跟我們這部分比較沒有關係 是化學的 首先呢 這個T是一樣的 然後R本來就是一個常數 然後它們充滿的體積也是一樣 所以T和V是一樣的 T和V是一樣的 那壓力就正比於木耳數 壓力正比於木耳數 壓力正比於木耳數 所以分壓比呢 PX X的分壓比上PY 就會等於 木耳數比 那木耳數就是2比1 所以答案應該是2 而不是 二分之一 圈起來的這個就是說你固定 固定 我們現在因為熱平衡 所以溫度固定 那體積就是同一個容器 所以體積就是一樣 再來出選項 總動能 總動能的話 總動能就是N 再去乘上 平均動能 N乘上平均動能 可是這個平均動能呢 我們剛剛有說 平均動能其實只跟溫度有關 平均動能只跟溫度有關 所以它其實就是 N乘上2分之3kp 那這個N是數量嘛 數量就是正比於木耳數 木耳數越多 數量越多 所以總動能的比啊 總動能 我會寫這樣子 這個就是說 x總共的數量 nx 去乘上x每一顆 每一顆x它的平均動能 然後去比上y總共的數量 乘上y每一顆的平均動能 它其實就是跟n乘上t乘正比 n乘上t 所以它是等於 nx乘上t 比上ny乘上t 那因為 那因為 那個熱平衡嘛 熱平衡 所以這個t都是一樣 所以最後一樣也是2比1 所以珠是對的 是差兩倍 再來一選項 x10氣體的平均動能 平均動能一樣 平均動能只跟溫度有關 在黑板最左邊 平均動能只跟溫度有關 這個就是很喜歡烤 但是你只要看到它烤平均動能 你也就可以很開心了 因為 它就只跟溫度有關 那今天溫度一樣 所以平均動能就一樣 答案是珠 不好意思 我可能要再用多一點點下課時間 因為我還有一題 氣體混合在191頁 好 它現在有一個 有一個容器 然後這個容器 它左右有 氣體 那左邊的 摩爾數 是個數 是3 右邊是1 體積的話 左邊是2 右邊是1 所以你可以寫成3n 然後這裡是n 3比1 然後 體積這裡是2v 這樣子 那一開始的情況是 右邊的溫度是t 左邊的溫度我們可以加tl 這個就是左的意思 然後這是右 那他說 那他說今天把中間的隔板打開 今天隔板打開以後 他可以互通有 就要流來流去的 流來流去 還有一件事情 他說一開始 他是 處於 淨力平衡 一開始 他是屬於 淨力平衡 這種情況下 淨力平衡 所以 意思是說他們壓力也是一樣 因為你兩邊的壓力一樣的話 他才會盡力平衡 兩邊的壓力一樣 他才會盡力平衡 那後來呢 是打開了 打開了以後 流來流去的 最後達到熱平衡 最後達到熱平衡 那請問 後來的 溫度 求後來的溫度 後來的話 都是t 後來溫度都是t 我們加一個π tπ 那後來的話 因為已經看成同一體了 所以你其實可以把它看成是 4n 然後3v 4n3v 那我們就只是把它的四字列出來 大概在五分鐘就可以了 沒有簽到的記得要留言 其實這個都是要多練習才會啦 第一個是p 如果你看左邊的話 他是p乘上3v pv等於nrt 然後會等於 你上下相除 上下相除 上下相除會得到3 就會等於 2v 這裡是2v 2v 這是3v 2v 所以 這裡除掉 變成2 然後這裡是3p tl除以p 那你就可以算出 那你就可以算出這個 tl 它其實就是3分之2p 所以一開始其實 這個tl 它經過你的這個 淨力平衡的條件 它其實是3分之2的t 然後你要怎麼算它們混合的 以後呢 混合以後就需要用到 能量守衡 題目他有提到說 它是絕熱 絕熱就是隔絕 熱 比如說用保利龍什麼的 那它就不會有能量 熱量跑出去 所以它會是能量守衡 它的平均動能可以重新分配 一開始 這邊的平均動能就是 3分之3 然後k等上tl 然後這邊的平均動能一開始是2分之3 然後這邊的平均動能一開始是2分之3 4分之3 然後後來混合以後 因為溫度一樣了 所以它會重新分配動能 這樣你才可以算出後來的溫度 那就是用數量去乘上每一顆的每一顆的動能 然後會等於後來的數量 然後乘上每一顆的3分之3 乘上每一顆的動能3分之2k 然後t 可是剛剛的t 可是剛剛的t就是這個 乘上2分之2k t 這個是左邊的動能 然後再加上右邊的 右邊的是2分之3kt乘上n 這是數量 這是數量 然後乘上2分之3kt 然後會等於後來的 後來的數量是4n 4n 去乘上2分之3k 然後後來的溫度就是t' 這樣子你就可以把它解出來 你可以稍微的直接把2分之3全部都去掉 然後k k也都去掉了 k也都去掉 k也都去掉 所以變成3n乘上2分之2t 然後再加上nt 就會等於4n 然後t5 那n也去掉了 n也去掉了 所以最後變成了2t加t 就會等於4t 所以4t' 所以t'就會等於4分之3 這樣子 就是利用能量守衡 因為他說他沒有熱量進出 他其實就是平均動能的重新分配 好囉可以下課了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